你能想象吗 我们今天每天都在用的Windows 曾经也被全世界骂到不行 蓝屏死机卡顿 甚至只是打开一个文件都可能让它当机 当时的程序员没写一行代码都提心吊胆 生怕一个指令就让系统彻底崩溃 而普通用户面对那一片蓝色的死亡屏幕 除了重启别无他法 Windows那时就是个笑话 一个昂贵又不可靠的笑话 但就是这个系统最后统治了全世界90%的电脑 这个故事的开头其实不是从微软开始的 我们回到1970年代 那个电脑还像冰箱一样大的年代 当时的计算机全都是给专家工程师用的 系统复杂的要命 连操作都得被指令 一般人根本用不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人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叫比尔盖茨 1975年他和朋友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微软 他们的第一步不是做系统 而是帮别人写basic语言解释器 也就是一套让电脑听得懂人话的工具 这看起来没那么厉害 但他们做了一个关键动作 授权 他们没有把代码卖断 而是只收授权费 等于是 别人越卖得多 微软就越赚得多 这就是他们最早躺转的开始 真正让微软翻身的是1980年 当时的IBM准备做一台个人电脑 但他们没空自己写作业系统 就决定找别人外包 他们原本找的是Digital Research公司 据公开资料显示 IBM与Digital Research谈判陷入僵局 主要因双方在授权条款和保密协议上 未能达成一致 IBM的代表最终转头找到了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Microsoft 比尔盖茨当时根本没有作业系统 但他跟IBM说 没问题 我们可以搞定 于是他就跑去买了一套叫QDOS的系统 以5万美元的额外费用 买断了全部权利 经过比尔盖茨的修改和完善下 这套系统最终成为了大名鼎鼎的MSDOS 你没听错 Windows的前身虽然是买来的 但正是这个粗糙的命令行系统 为微软铺平了道路 而MSDOS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没有图形界面 也就是说 你得记忆堆像CDIR这种命令才能操作电脑 不是程序员根本用不来 但就是这个简单又粗糙的系统 因为IBM PC太热卖 微软也一起赚翻了 但比尔盖茨不是只想吃老本的人 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苹果的Mac系统 有图形界面 滑鼠一点就能操作 看起来未来感十足 于是微软也开始偷偷研发 他们自己的图形系统 1985年Windows 1.0诞生 但它非常失败 首先它不是一个完整系统 而是跑在DOS上的图形界面 有点像披着皮的DOS 然后界面丑速度慢功能少 很多人吐槽它根本不能用 你打开个画图程式 它要加载5秒 你点个菜单 它像乌龟一样慢慢跑出来 当时的媒体直接说 Windows是个没准备好的产品 甚至有人说 微软做图形界面根本是笑话 但比尔盖茨没有放弃 当所有人都嘲笑 微软不懂图形界面 当媒体说 Windows是个没准备好的产品时 比尔盖茨没有退缩 他看到了未来的方向 他知道让电脑走出程序员的圈子 走进千家万户图形界面 是唯一的钥匙 于是1987年 他们推出了Windows 2.0 虽然改进不大 但已经可以重叠视窗 支援快捷键 甚至还开始支援某些早期的办公软件 这个版本依然没有火 但关键点来了 微软开始和软件公司合作 比如他们推出了Word和Excel 对 就是我们今天熟到不行的办公软体 而这些软体只在Windows上跑得最好 你想用Word 用Excel 你最好也用Windows 这一步叫先做生态 再做系统 到了1990年 微软终于推出了画时代的Windows 3.0 这个版本总算有点现代Windows的样子了 多任务操作 漂亮的图示画图成是扫雷游戏 还有最重要的 稳定性大提升 这个版本一推出 就在一年内卖了200万套 简直是大爆发 微软当时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 他们不仅推出了Windows 3.0 他们甚至和一些大型软件公司谈判 鼓励他们为Windows开发应用 这形成了强大的网络效应 越多的软件公司加入Windows的吸引力就越大 越多的用户使用Windows软件公司就越愿意开发 这个机身淡淡升级的循环 彻底奠定了微软在软件界的霸主地位 更关键的是 微软学会了一件事 只靠技术不够 你得会谈合作 他们开始和各家PC厂商合作 把Windows直接预装在出厂的电脑里 也就是说 当你买一台电脑 它就已经装好Windows了 你也懒得再去换 这叫抢占出厂默认 也就是那句经典名言 默认选项才是最强竞争力 到了Windows95更是一个爆炸点 你还记得那开机声吗 那就是Windows95开机的声音 Windows95引入了任务栏 开始菜单多窗口并排 极插极用网络支援 整个系统终于进入现代感 而这个版本的发布 可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营销狂欢 微软请来了著名喜剧演员 制作了长达半小时的宣传片 他们甚至花了800万美元 买下滚石乐队的歌曲 Start Me Up作为广告主题曲 这首曲子也巧妙地呼应了 新加入的开始菜单 Start Menu 那一天全球的媒体 都聚焦在Windows95上 它不再只是一个操作系统 它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而这个版本一发布就卖出700万套 创下当时历史记录 你要知道那时候大多数人 都还在用电话线上网 Windows95首次将网络支持 深度集成进操作系统 让上网变得前所未有的 简单和直观 这对当时的人来说简直是魔法 微软终于成功了 从一个买来的DOS 一路走到全球第一图形操作系统 靠的不是一次就成功 而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 再加上一点点狠镜和手腕 但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吗 后面的Windows Mi Vista Windows 8 还有一次次的蓝屏 当机骂声四起 微软真的就这样一路称王了吗 故事就这样爽到底吗 不 接下来微软要面对的是它成功的代价 首先是太强的问题 1990年代末 微软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 装机率超过90% 各国政府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了 这家公司是不是垄断了 于是1998年 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微软违反反垄断法 主要原因就是 你买PC它就预装Windows 你用Windows它就强推自家的IE浏览器 这样Netscape Opera等浏览器根本没机会竞争 这场官司打了好几年 微软差点被强制拆成两个公司 比尔盖茨在法庭上一度被问得脸都黑了 媒体也开始转向嘲讽 但比尔盖茨没有正面硬杠 他做了一个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退居幕后 2000年微软换上新CEO史蒂夫·鲍尔默 而盖茨转任首席软件架构师专注技术方向 这个交接其实为微软后来的转型埋下伏笔 但是更大的挑战来了 进入21世纪 科技产业开始发生巨变 尤其是2001年两个关键事件几乎同时发生 第一个是苹果推出了Mac OS X 漂亮稳定 安全性高 开始吸引专业用户群体 第二个是微软推出了Windows XP 这可以说是微软史上最经典 最长寿的一代操作系统 这一代的关机商 用过的人一定忘不了 Windows XP的成功 其实是微软一次技术大冒险的胜利 它将稳定的Windows NT内核 与Windows 9X系列的友好界面完美融合 这就像把一个企业的钢铁骨架 穿上了一件为消费者设计的时尚外衣 它不仅解决了之前系统经常崩溃的问题 还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企业级的稳定性 这就是为什么它能统治世界近15年 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用 它集成了家用与专业功能 兼容性又强 系统稳定 界面也变漂亮了 而且它的开机动画桌布草地蓝天 成了无数人青春的回忆 Windows XP真的太成功了 成功到一个问题 用户不想升级 这本来是夸奖 但对微软来说是灾难 因为后面的版本 Vista铺接了 Windows Vista的问题有很多 界面太花硬件要求高 驱动不兼容UAC弹窗反死人 Vista不仅仅是卡顿 它最大的问题是过度安全 为了对抗恶意软件 它引入了用户账户控制UAC 你每进行一个操作都会弹出一个烦人的确认窗口 这让用户体验变得非常糟糕 就像你家的门 为了防贼 每进一次都要输入实位密码 最后你索性把门拆了 最重要的是它刚推出时 硬体厂商根本还没准备好 很多电脑装上Vista后跑得比XP还慢 用户骂声一片 甚至很多人买了新电脑 还自己手动降级回XP 连Bill Gates自己都在受访时被问到 你知道大家很讨厌Vista吗 于是微软赶紧推出Windows7 总算把界面美观性能稳定性拉回平衡 虽然是Vista的修正版 大家开始重新信任Windows 但问题是时代已经变了 iPhone和智能手机出来了 大家开始把目光转向移动装置 安卓崛起了 这个基于Linux内核的操作系统 在手机市场迅速崛起 而PC市场的增长却放缓了 微软第一次发现 自己的地盘在缩小 于是他们又急了推出了Windows8 这次的思路是 我也要跨界手机和平板 所以整个界面彻底大改 开始菜单变成动态磁贴 连关机键都藏起来了 结果怎样 老用户找不到关机键 新用户根本不想用 Windows8评价崩盘 甚至微软自己都觉得 别再说这个版本了 于是他们直接跳过9 推出了Windows10 开始采用持续更新的策略 不再出大版本 而是像APP一样一直更新 这个策略很聪明 减少用户排斥升级的问题 也让系统变得更像服务 而这一代的Windows也慢慢的 从卖一套系统变成了整个生态的核心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你买一台电脑 不只是有Windows 还有Edge浏览器Office套件 玩抓云端空间 Xbox整合Teams Copilot AI 微软已经不是一个卖操作系统的公司 而是一个控制你整个工作流和生活节奏的生态帝国 Windows不再只是一个桌面系统 它是一个入口 是一个粘住用户的平台 而这个平台有多强 我们来看看几个数据 第一 全世界将近90%的桌面电脑跑的是Windows Windows的故事不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逆袭 而是一个企业如何从产品思维 转向平台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教科书 第二 全球500强企业 有95%以上的公司内部用的是Windows系统 微软已经不靠卖软件赚钱了 它靠的是云服务企业订阅 靠的是将Windows作为你所有数字生活的入口和基础设施 第三 从政府机关到企业后台 很多核心数据库 行政系统 监控系统 都是建立在Windows之上 也就是说 就算你不喜欢它 你也逃不开它 它让你离不开不是因为强制 而是因为便利 Windows已经变成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 你可以不用Windows带你的公司 你的学校 你每天接触的绝大部分数字系统 都运行在它的生态之上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 那Linux MacOS不是也在进步吗 是的 它们确实很棒 但问题是 习惯已经定型了 一个系统越通用就越难被取代 而微软还有一个终极杀手锏 它不靠你买Windows赚钱 它靠企业服务云计算订阅赚钱 A3云平台市值突破2兆美元的动力来源之一 Office 365的订阅服务牢牢抓住全球企业 甚至现在连AI都整合在Windows系统里 Windows从一个图形壳 变成了控制你输入法储存通讯AI助理的大脑 从当年的蓝平死记案一下就 到今天的ChatGPT Copilot 自动同步云端协作 Windows不仅成为了操作系统领头羊 它也深度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虽然可以选择其他系统 但Windows所提供的便利性 使它难以被完全替代 而这一切的背后 是比尔盖茨当年那句最精明的判断 把Windows放进每一台电脑 它做到了 而且不只是放进去了 还让你离不开了 好了 这就是从蓝平到统治全球 Windows的逆袭之路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蓝平的恐惧吗 或者第一次用小画家扫雷MSNIE上网的回忆 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